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艾生活 现在社会在高速发展 人们的代步工具也变得多元化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有车一族 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上最低限速标准是30 最高不超过120 否则就要被计为超速 被十枪头拍到了就得吃发单了 而有的时候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主路段 突然又限速为60 那么就有新商量的高速公路 在经过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不变速是不是要交发单了呢 其实这种情况很多司机都遇到过 也可以说是目前高速限速排不合理的设置 为什么这样说呢 都是因为高速路上行驶过快 无法像市区一样采用急刹减速的 如果在高速上采用急刹 不仅容易造成后车坠位 也会导致车辆出现侧翻或者是不规则划行 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我们要看跨度 如果遇见这种跨度很大的限速通知 那么我们需要看清标之后再采取下一步操作 而突然限速到了60以内 通常情况下是因为前方路段比较特殊 比如前方道路施工或者是有隧道入口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在慌忙中采取急刹减速的方式 而是渐渐降低速度 毕竟扣分是小事 如果因为急刹出现安全事故 那就很危险了 再者 摄像头也是拍整个限速60的路段 综合你开车的平均速度 得出你是否超速的结论 如果出现扣分的情况 各位车主可以选择去申请行政复议 交警也会拙情处理的 并且根据现在的相关规定 如果车辆只超速10% 那么直警告不扣分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